演員們進入娛樂圈的本質應該是演戲 但近些年隨著互聯網不斷發展 不少演員開始紛紛奔著賺錢去了 反而將自己本質工作給拉下了 甚至還因為直播帶貨等多種勞心行為 導致自己口碑一落千丈甚至出現了翻車的跡象 那麼今天咱們就來看看這些吃相太難看的明星 看看他們是怎麼因為錢而翻車的 1. 七位 說起七位這位女星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了 畢竟這幾年她在各大綜藝節目中可是非常活躍 從2006年憑藉著我星我秀出道開始 七位定位其實是歌手身份的 在2007年的時候她和袁澄傑組成組合 並且隨後兩人發表的《外灘18號》這首歌 更是直接火遍大江南北成為當年最熱流行歌之一 不過在這之後七位的歌唱視野卻是再沒有突破 雖然發布不少歌曲 但卻再沒有《外灘18號》那麼火爆 之後七位開始在各大影視劇中出現 但是這些影視劇都沒有給她帶來更大的名氣 直到前幾年七位開始在各大綜藝中出現 她先後憑藉著明星大偵探最強大腦等熱門綜藝 因為敢說並且幽默的性格成為新一代綜藝大咖 不過登上綜藝對她來說依舊還是不滿足 在這些年直播行業大火之後 七位同樣也是進入到直播行業當中 不過這次進入卻是讓七位口碑翻車了 前段時間一位網友在網上爆料 在七位直播間買到假貨 隨後這件事在網上引起無數網友的熱議 最後為了降低輿論影響 七位選擇暫時停止 帶貨發布聲明 隨後這位網友卻在網上表示已經得到了相應賠償 但七位卻並沒有就此時進行公開道歉 畢竟一旦道歉就相當於證明她在賣假貨了 不過無論如何這個事件也讓七位口碑一落千丈 甚至不少人都紛紛覺得她撈筋的吃相過於難看了 二 曹影 說起曹影估計很多觀眾並不感到陌生了 從當年成為央視主持人再到後來進入影視圈 可以說曹影的職業生涯堪稱跌宕起伏 從1998年主持節目《萬家燈果》到後來的綜藝大觀 曹影在主持界的實力和地位都是備受人們認可的 但是因為她始終都無法忘記自己對於演戲的喜愛 於是曹影最後還是選擇離開央視 最後在2001年的時候 憑藉著《九四仙太爺》中的徐蓮 讓曹影名氣大增開始變得越來越火爆 之後在同一年的《烏龍闖情關》當中 曹影飾演的霍水仙更是成為無數人心中的童年女神 她身上那種純真以及活潑可以說演繹得非常好 不過在這一部劇之後 曹影雖然依舊在影視圈活躍多年 但是她卻是再也沒有哪個角色能夠包裹起來 並且在2015年演完《最愛你的人是我》這部劇之後 曹影就正式從影視圈當中隱退了 不過這幾年隨著直播帶貨興起 曹影也開始進入到這個行業當中 但是她的直播卻是頻頻因為假貨翻車而備受網友指責 並且這種翻車還不是一次兩次 先是有網友表示購買她家香薰之後差點燒著 隨後曹影在直播間中號稱 王思聪也在戴的手錶竟然只賣九百九十八元 一時間引發無數網友的爭議 可以說為了讓自己銷量也是夠拼了 但是這種誇大宣傳製造噱頭的銷售套路 實在讓曹影的口碑一落千丈 不得不說這些明星為了勞金也是讓人一言難盡了 3.賈乃亮 賈乃亮自從當初和李小璐離婚之後就作為 因為婚姻中被出軌的一方而收過不少同情 雖然那個時候賈乃亮在影視上面沒有太多發展 但是她憑藉著這個關注和粉絲 後來也進入到直播帶貨這個行業當中 在一開始進入這個行業的時候 賈乃亮平借著名氣和啃夏功夫的態度 確實也收穫了不少成功做出上千萬的銷量 然而這種成功很快就讓她開始飄了 在選品上面也開始變得越來越隨意 隨後在某一次直播上面她就因為幫羅敏帶貨一事 讓自己口碑瞬間崩塌 要知道羅敏可是曾經耀元帶的創始人 當年這個東西可是坑害了不少鞋子 現今加乃亮竟然給這樣的人帶貨 並且為了讓銷量更高還在直播間宣傳 羅敏是自己多年好友 然而等到後來事情曝光出來後 加乃亮完全沒有直播間那種哥倆好的情況 反而火速發文道歉並且和羅敏撇清關係 不得不說為了帶貨明星們嘴口就是兄弟的做派 實在讓人們厌恶不已啊 4 李金明 可能說起李金明的時候很多人都不清楚 但是如果說起《愛情公寓每家》的時候 那麼估計不少人會馬上恍然大悟 當年憑藉《愛情公寓》這部劇讓李金明一時間大翁大子 那個時候李金明可以說是騙虐街道手軟 然而在《愛情公寓》之後 李金明確實再也沒有什麼經典角色 不過在影視圈上沒有更大成功的她 卻也是進入到直播帶貨當中想分一杯羹 不過這個直播確實很快翻車了 在一次直播當中 李金明聲稱為了回饋粉絲 要將一近6000多元的包包以399元價格售賣 之後粉絲們聽到他這樣說的時候 隨後就下達了1000多單 而後李金明拿出計算機一同操作後 痛苦地告訴粉絲自己損失了600多萬回饋粉絲 而粉絲們聽到李金明這樣說就不忍心 於是紛紛開始退貨 最後李金明看到大量退貨 只好坦白包包成本價不過300多 這下子直接引發無數網友和觀眾的怒火 可以說為了賺錢而搞出的劇本和表演 實在是有些為了勞金而不擇手段了 5 樓一霄 同樣是從愛情公寓出來的樓一霄 也同樣開始了自己的直播之旅 然而這些年直播帶貨同時也讓樓一霄備受爭議 因為在他的直播間裡面 所有商品價格基本都是6.6元 9.9元是9.9元這些 可以說這個價格只要想想都知道 根本不可能像樓一霄所說的是正品 畢竟別的明星直播間中 哪怕幾百上千的商品 也都會出現不少劣質產品 而這幾塊錢的商品 從質量來說更是堪憂 並且樓一霄還是不斷強調是大牌正品 於是不少網友紛紛表示 他眼裡只有利益 6.舒暢 作為出演過不少經典影視劇的老演員 舒暢可以說塑造了無數經典角色 從效忠秘史再到後來磨玩手機 舒暢的演技可以說是備受認可的 甚至直到早幾年大堂榮耀當中 舒暢飾演的莫容林 依舊受到不少人的好評 而且這些年來 舒暢可以說幾乎沒什麼緋聞 同時也很少會去參加綜藝 可以說這樣一位極深自豪的實力派 他的口碑在觀眾心中是非常好的 但誰能想到 後來舒暢開始直播之後 竟然會變得越來越飄 什麼阿瑪尼口紅9.9元保送到家 大黃金吊坠兩位數就能搞定 這種宣傳語基本上沒多少人相信 要知道作為高端商品的阿瑪尼 哪怕是再怎麼優惠 都不可能達到9.9元的程度 可以說舒暢這種商品要麼是冒充 要麼就是再把觀眾們都當成了傻子 這幾年舒暢可以說是戲也不怎麼演了 反而在直播這條路上面越走越遠 並且以一己之力將自己口碑作沒了 7.劉曉慶 劉曉慶作為一位老牌演員 可以說曾經給觀眾們帶來無數的景點 從1972年在文工團中出演話劇開始 劉曉慶就開始了自己傳奇的演藝人生 那時候她相繼出演了南海長城 小花等等優秀作品 並且憑藉著喬這一家則獲得百花獎最佳女配角獎 而在1983年的春晚當中 劉曉慶更是成為春晚舉辦以來第一個女主持人 從這裡就能夠看得出她當年有多活 之後在1987年的時候 憑藉著芙蓉鎮這部電影 劉曉慶更是在金擊獎中豐厚 可以說這些年憑藉著在影視劇上面的功夫 讓劉曉慶成為觀眾心中最出名的女性之一 而這些年以來她雖然已經很少演戲 但是在賺錢這方面她確實不甘落後 於是這兩年她同樣也開始了直播工作 只是劉曉慶的直播卻讓她再次翻車了 首先就是她在直播間中賣自己的字畫 而且這些字畫價格基本上都在四位數 而且最離譜的是 劉曉慶曾經一幅只有兩個字的字畫 竟然賣到9999元的價格 要知道劉曉慶本身不是書法家 這些字畫買回家也不過是等於明星簽名而已 而且網上一些明星簽名也沒有說賣到這麼高的價格 同時在早期一次直播賣翡翠手鐲的時候 就再一次出現翻車 無數網友紛紛表示手桌橙色不過100元一條 根本沒有劉曉慶直播中標的那麼高 而在經歷這種直播翻車時間之後 劉曉慶的口碑也是跌落到谷底 畢竟這種完全就是撈籤的行為 實在是有些過於難看了 以上這些明星可以說每一個都是曾經給觀眾們 留下美好回憶的不錯演員 但是這些年他們為了賺取勞金 確實使用了各種讓人們難以接受的手段 不得不說這種死要錢的態度和知像 實在是有些過分了